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退出了 是因为合伙人的话 他是给我开八千 然后让我拿十万 拿十万占百分之十的股份 最后我合计一算 你这算盘打得真好 最后我当相当于今年不给你白干了 他投了多少钱吗 他大概预测是九十万 那这个项目是谁想到的 项目是我想到的 他是大股东 对 你按时入股 然后你管理 一个月八千块钱 是吧 你不满意 不是我不满意 是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 啥细节 谈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 就像你这种的 我随便花钱我就能找到 那你干了多久呢 我干了大概一个月 这个项目 从这个动物园分的几项 第一是动物的采购的源头 第二是租这个地方 第三是这个设计 都是我亲自参与的 我没听出你刚才说的 这个租场地 有多大难度啊 好的商场的话 它必须你得通过一些渠道 但是我有这个渠道 交钱不就行了 交钱 那可能你同样的钱 你这个位置又不好 你觉得是 你有这方面的谈判才能 对 我觉得办这栋动物园 在商场里面 最关键的是 你要符合卫生局 对 动物检验检疫局 这样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资质才可以 对 这些也是你跑的吗 这些的话就是他跑的 我没跑 我倒觉得这个挺难的 对啊 他可能和我的层次不一样 他跟你的层次不一样 对 请问您是什么层次 我是劳苦层次 你是劳苦层次 对 我刚刚听 我刚刚听你说 第一句话是 有一些这个商场租赁啊 这个动物园头的采买 我都是亲自去参加的 对 你下面有几个人亲 下面三个人 你还亲自呢 你不亲自谁亲自 对啊 对吧 所以创业这个事 就得势必公轻嘛 势必公轻 你看 我还亲自上厕所呢 你看 行行行行 好好好 那小伙子挺有意思啊 就定义这个不了了之 对吧 你说你很喜欢折腾 你是很想挣钱吗 对啊 我很想赚钱 我为什么这么想赚钱 我觉得没有钱 保护不了身边的人 保护不了自己所爱的人 所以我要努力赚钱 听出来了 受过刺激啊 来说说这个事呗 就是曾经 我谈过一个女朋友 不不不 这句话应该这样说 曾经我亲自谈过一段恋爱 势必公轻 谢谢 谢谢 就是 就是记得 我对人家很好 可能又掏心掏肺 因为我是对感情 比较专注的一个人 因为可能就选择了 我就是 看 找对象 就是看人演员 可真我一眼看着你 可能这以后 我就愿意 把我交付给你 然后 我也 交付给你 然后 然后 亲自交付 对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情 那当时呢 由于在学校 我可能是 没那么 有实力 最后 他跟个 开 跑车的 假如五年之后 你已经成功了 你有一千万 你在街上碰见了那个女生 你想对她说什么 当时 年轻 确实 但是 我有一颗 上进努力的心 我觉得 有点烧感 没事 没事 了解 了解 你了解 说 我觉得 我不会比别人差 别人能办到事情 我也能办到 他哭着奔向你说 你还能不能再接受 接受不了 因为这是原则性问题 既然选择那条路 那你就继续走你的路 我就继续走我的路 这一点 我还是为你点赞 有原则 对不对 虽然它有些地方是 有些地方挺幼稚可爱的 但其实 谁年轻的时候 不这样呢 对不对 好 我们聊聊它 刚才听了所有的这一番下来 只听说你做了几个项目 没做成 也没听说你到底具体的 擅长的技能是哪里 擅长销售 对 你要求薪赐多少 10K吧 一万 够高的呀 我觉得一万的话 这个足够匹配我的能力 足够 一万还刚足够 因为我的精力很分负呀 我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马上要调整到你的这个职场的求职的这个方式 因为你记住你的前两段创业的经历 相对来讲都是失败的对吧 是没结果的 因为并且是边上学边创业 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投入精力创业 你的一万加是取决于 这个价值是你之前创造的结果来匹配你的价值 所以你刚才一直在表述过程 毫无意义的 大人力资源专家在第一轮选择之前给大家建议 浩鹏你要在这个绩效结果当中告诉我们 你能带来的价值能力 所以钱决定你的收入 如果你要一万加 至少你能创收在一百万以上吧 这是最少的 所以你的建议是什么 建议就是降底薪了 降了多少 然后正常入门销售5K起 调吗 调吧 五千 他说调你就调啊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确实我现在的心态可能有一些状态不是很好 因为有这种急于求成的这种心理 不错不错 加分 特别好 特别好 这是加分点 好 来第一轮选择 去喝 还有吴展东 天收